这一刻轻轻轻的抱着我 在哼那首我喜欢的歌 可惜远方注定这样的结果 不是谁的错 不明白爱情的事是吗 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 最后老去枯萎 只有寂寞静静的陪着我 有点舍不得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的滑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我付出闪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你和我 一起去看 花开花落 一起去看 花开 花落 不要 走 怎麼樣 監牢為明家床長的時候 太少爺 想好了怎麼交代嗎 張局長 你這麼篤定的要查查沿途 那我肯定你知道他比我還多 你還問我幹什麼 你盼胡言 我聽不懂你說什麼 怎麼 心虛啊 去 到底是招還是不招 我來問你 到底是誰陷害我他 好 看你是條硬漢子 那我就點撥點撥你 因為要去柔宜 得罪到不少人了 學長 譚家庄奶奶和去世君的老闆過來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不是 太明瞎 這輩子 就甭想碰你的老婆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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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嗎 你來了 坐坐坐坐 坐 陳修也是啊 你不能怪我 該組的程序啊 還得走 這誰讓譚明凱他骨度硬呢 帶他們過去 是 這邊請 好東西啊 誰讓你給譚明凱用心的 這 是六爺的意思 你不知道嗎 六爺 是啊 你們沒來之前 六爺給我打電話說 讓我跟那小子 多吃了苦頭 夠了吧 這譚家的銀票 我是收還是不收啊 收著 有這些你也給我收著 告訴你記住了 這譚明凱好一點 這又是誰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 明凱 明凱 他們怎麼把你的尊敬啊 這是怎麼回事 明凱 如意 我沒事 不是 這都是皮外傷的 這代表 春天 是 自己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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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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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逐譚家 肯定能聯合起來保釋敏凱 等少奶奶回來就知道情況了 夫人 怎麼樣 見到敏凱了嗎 見到了 他怎麼樣 玉日勞頭有沒有為難他 張局長怎麼說 他什麼時候可以放出來 娘 您放心 再怎麼說 他也是譚家的少東家 再加上我也打點過了 他們不會對他怎麼樣的 娘 張局長說了 私犯煙土非同小可 但只要調查清楚了 就會放人 敏凱讓我告訴您 他很好 讓您不要擔心他 怎麼能不擔心 譚家從來就沒有一個 蹲過大牢的子孫 他算是開了歇河了 這孩子 可不是真的為了 查員資金周轉 跑去做啥事吧 娘 敏凱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您一定要相信他 他是被人陷害的 談家與人無冤無仇 是誰那麼信任無仇 現在是不能依靠警局了 我們要自己查 怎麼查 娘 我已經吩咐老五了 讓他去調查清楚 出事那幾天 倉庫到底是誰在看管 一般看管倉庫的 都是談同兩家信得過的老人 魏大叔 就麻煩您去調查一下 到底是誰和童家 比較有冤緣 雲儀 不管用什麼辦法 請你一定要約 思若出來 我明天要見他 好 你懷疑童家 你是覺得我們兩家 急得仇還不夠深嗎 思若對敏凱一往情深 他怎麼會陷害敏凱呢 我現在除了自己家裡人以外 所有人都懷疑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能 擰成一條心的話 就別想救敏凱了 魏大叔 麻煩你明天去調查的時候 越少人知道越好 以免節外生之 不然 少奶奶說的不是沒有道理啊 看 兩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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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会有问题 这两个好像是 童少爷带过来的 这个丞翔原来跟我童老爷 跟童家关系最好 明白 我现在去挨狗找他们 千万不要打扫精神 你要是觉得他们有问题 赶紧告诉少奶奶 好 放心吧 义父 现在一切进行的都会顺利 什么 把谭明凯押解到上海 为什么 好 我知道了 是 就是 几乎 来 谁 那个 他 他 他 说 他 你 一起 我 你 你 你 我 没有 我 你找什么棋啊 别怕 慌什么 坐 坐 坐 我跟你说啊 没事 就算他们怀疑了 但是没有证据 谁能把你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安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就算出了事 有我跟你盯着 你有什么好怕的 四若 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接下来 你只需要尽情地享受 复仇带给你的快感 如意告诉我 敏凯被打得遍体鳞伤 我现在想知道一件事 敏凯最终的结果 到底会怎么样 我答应过你 不会要他的名 但是有一点我想知道 就算敏凯能够活下来 但他已经不是 谭家的大少爷了 他是一个人人唾弃的 在阶下球 你还要他吗 我要 那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持镇定 骰子已经扔出去了 你除了等待 没有别的选择 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 我每天都害怕得睡不着觉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 我每天都害怕得睡不着觉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 没事 可这个能帮你熬下去 能帮你熬下去 这秋朗哥今天怎么回事 还不来 大小姐 别喝了 我为什么不喝呀 今天是我生日 来 哈康 干杯 你这么酗酒 会对身体不好的 都快把自己变成秋朗哥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他 所以我只能改变我自己 对了 你猜秋朗他会送我什么生日礼物啊 鲜花 香水 项链 总之都是你喜欢的 而我 只能送你蛋糕了 读吗 他送来的只有纸子和质文 要让你吃饭 你叛海 你会不会欢迎 他们吃饭 我请你吃饭 你会不会给你吃饭 我请你吃饭 你吃饭 吃饭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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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 你吃饭 我吃饭 你吃饭 你不想要 我自己的父亲 我跟你说过 我布这个局 是要没老久说出真相 我不会伤害谭明凯的 可是你不觉得 你这么得到谭家 你太龌龊了吗 我不觉得 谭景然留下我遗嘱 我拿回自己的东西 有什么龌龊的 遗嘱 对 谭景然把谭家的一切 都留给了我 那份遗嘱在哪儿呢 可能已经被谭夫人毁了 要不然的话 我不用这么对谭明凯 你说过 你从来不在乎 谭家的财产和地位 你都是骗人的吧 我现在还是不在乎 我想把谭家交给义父 那一切就结束了 你懂吗 别吵了 你们应该是最亲近的人 再这样吵下去 你们只会互相伤害 对不起 阿康话多了 大小姐 生日快乐 我先走一步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都忘了吧 在过去的每一年里 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生日 但是现在 仇恨让你忘记了太多的东西 你都忘记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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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了太多了 但是你要知道 仇恨 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肉里 不管我想不想 它都在那儿 一碰就疼 我只有把这根刺拔出来 才能干干净净地给你一份承诺 我之前 对我们的将来什么承诺都不敢给你 但是今天我要说 叶子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我高求了 都要和你在一起 我要照顾你 保护你 关心你 这道死亡 把我们俩分开 叶子 叶子 生日快乐 谢谢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你 你 我没时间了 赶紧告诉我那份遗嘱在哪儿 现在有人想要我的命 想要你儿子的命 我爹也就是谭起人 到底有没有留给你张纸 你 你 你说 说呀 放松我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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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哪里 没人 帮我 我是 我 不 跟你说 也不 我 自己 那 看 oni 你 这么一样 我 不是 我 是 你 我 你是 你说不好 这是我 作为一个夫妻 为儿子 唯一能尽的侄子 这是我 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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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甲 明芬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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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查那几个仓库值班的人 那个外国商人 已经在少爷的办公室等着了 万一他延迟发货怎么办 不能有这个万一 孟奶奶 怎么样了 该查的人我都查了 问题应该是出在 那个叫陈祥的身上 我打听到她在乡下 有一个闺女 身体不好 这些年一直在靠童家接济 而且 少东家出事那天 是她在仓库值的班 那赶紧找到她呀 我连夜就去她住的地方了 可人跑了 那一定就是她 这么点时间 一定跑不出乌查证 我派人把码头车站去看看 一定能找到 好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她 秋兰哥 康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 老是哈齐连天的 你是没睡好 还是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你是说烟土 没有 我就是 我还是不觉得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肯定是 我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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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买到 把我 我还没有 我还不过 我们 在这边 我们 那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那我 我还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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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在后院的柴房 老五看着呢 时间过得真快啊 本来这个房间 是我给如意和谭明凯 结婚用的 你看 一转眼 如意都怀上您的孙子了 九叔 您就踏踏实实住这儿吧 我会照顾您的 直到你想明白 高老板 你相信我 明凯他不是我的儿子 求求你们放过明凯吧 真不是 真不是 但是我不相信你 我说他是 真不是我儿子 你说不是就不是吧 阿康 打个电话给张局长 就说 让谭明凯从乌查镇消失 好 等等 让我 让我再想想 时间不多 三点 再想认识 现在 吃了 我们 再来了 再来 上 我们 再来 你 看 这个 这 实际上 你 单 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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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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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让敏凯回到我身边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你糊涂呀 你这么做 你现在等于把谭敏凯的性命 都挂在了高丘朗的一张嘴上 还可以让他活 也能让他死啊 这和思路有关 据老程说 那天只有童小姐一个人进过谷房 那会不会那些烟土 是前几天就放进去的呢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你想 现在除了童家 谁跟我们家有那么大的仇恨呢 夫人 干脆明天一早把老程送进去算了 不行啊 第一 娘说的那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但是我们并没有确罪的证据 第二 就算证据确凿了 张局长一早就已经认定了 是敏凯私犯烟土 我想 一定是早就有人在警署里面 理应外合了 第三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蹊跷了 怎么会刚好有人给魏大叔通风报信呢 好像有人专门把陈翔送到我们手上一样 我还是难以置信 私犯怎么会这样呢 他是这么爱着明凯的 这也是我不想把陈师傅交出去的原因之一 我想私犯一定有他的苦衷 他可能是被人利用 或者私犯根本就是清白的 如果我们贸然的把陈翔交出去 那就等于把所有的罪责 都推到私犯身上 不想这样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先见一下明凯 陈翔 你可要想清楚 不把陈翔交出去 等于是私自关押人犯 万一处理不好 你会被牵连进去的 其实 查出一个结果是迟早的事情 我只想把伤害降到最低 娘 我恨不得牵连到我 这样 我至少能去监狱里面陪明凯 闭上了眼睛 听风在呼吸 仿佛昨天在眼睛 从不曾离去 思念在逃离 回忆那么精细 恍然之后才发现 赢了世界却掉了自己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落花瞬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却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乱世无力看风景 若听言语中 聚散和风铃 我把幸福 留在眼底 是我错怪了你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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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盛业 运雾遮住 我把幸福留在眼睛 中痘